今年最热门的技术之一就莫过于元宇宙了 我的频道侧重于技术和科技股的投资 通过深入分析技术发展的大趋势找到投资机会 避免投资中的陷阱和避免成为庄家的韭菜 从而在科技股的投资中做到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今天我就用普通投资者浅显易懂的语言说清楚 元宇宙究竟是什么 行业的格局是什么 最后深入到这个行业的各个行业和公司 分析他们在元宇宙这个大趋势下的可能的投资机会 按照惯例 我首先讲清楚什么是元宇宙 元宇宙这个词看起来深奥难懂 非常高大上 我要告诉大家 其实并不是看起来那么复杂 让我通过例子深入浅出让大家理解透彻 元宇宙的英文是Metaverse 源自美国作家Neil Stevenson 1992年的一部叫做雪崩的科幻小说 所以元宇宙并不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科技词汇 Meta是一个希腊字幕前缀 大概意思就是超越和在什么之外的意思 到英文时已经意义不是很明确了 中文翻译成元其实也不是具有很明确的意思 反正不管英文的Metaverse还是中文的元宇宙 听起来就是一个让人感到非常炫酷的 专门创造的高大上的描述未来的词汇 大家千万不要为搞不清其意思而感到自卑 在互联网发展历史上 另外一个类似炫酷和高大上的词汇是千年虫 千年虫被描绘成每一千年才复活一次的虫子 专门在世纪之交攻击电脑设备 千年虫概念也是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推手 千年虫导致大量不明真相的企业 在2000年到来时突击花钱升级系统 严重推高了当时科技股的泡沫 我自己其实不喜欢这种炒作 也不喜欢元宇宙这个名字 但是没有办法 股市需要故事需要画大饼 大量投资者不是做技术出身的 需要通过适度放大概念来理解技术 真正理性的投资者 还是应该从科幻小说中走出来 真真正正地去理解其背后的含义 元宇宙其实就是使用最新的3D技术 VR技术 AR技术 物联网技术 把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打通 从而使娱乐 社交和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目前最接近元宇宙的一个例子 就是Roblox游戏 在Roblox中 你可以装扮自己的Avatar 你可以用真正的钱和虚拟的钱买东西 你可以邀请朋友参观你装饰的家 朋友的Avatar之间也可以交换礼物等等 但是Roblox目前还缺乏沉浸感 极缺乏类似于VR的东西 而且AR方面也做得不够 Roblox自诩是元宇宙第一股 目前看距离真正的元宇宙还相差很远 Facebook曾经展示过两个人戴上VR眼镜 通过各自的Avatar 一起在一个真实的房间的桌子上 放上虚拟棋盘 一起下棋 其中桌子是真的 房间是真的 这就是元宇宙社交的雏形 另外我还看过演示 讲的是一个人在家里看电视 他邀请他的朋友远程加入 两个人都戴着一种眼镜 就可以一起看同一个电视节目 这也是元宇宙社交和协作的雏形 元宇宙另外一个典型应用式教育 想象一个人如果生病不能上课 如果元宇宙课堂存在 他就可以戴上一个VR眼镜 坐到一个虚拟的课堂里 其中课堂的老师 教室和同学是真实存在和发声的 他可以听老师讲课 可以转过头来和同学聊天 如果同学戴上VR眼镜 也可以和他聊天 就像真正的坐在他的物理位置一样 刚才说了 元宇宙更是一个长远的目标 一个广告词 而不是严谨的科技词汇 元宇宙的底层技术是3D技术 VR技术 AR技术 物联网技术等等 我的频道侧重于技术 而不是讲未来的类似于科幻的故事 所以我们就一个技术 一个技术地讲清楚 从而让投资者能够真正了解 元宇宙所处的技术发展阶段 和技术的成熟程度 元宇宙高度依赖于VR的成熟 VR英文是Virtual Reality 中文翻译成虚拟现实 是可以让用户沉浸其中的 由计算机生成的三维虚拟环境 并与现实环境相隔绝 虚拟现实需要提供沉浸式的体验 沉浸式体验就是当你转头时 你看到不同角度的东西 看平面的电视 你是不可能有这种体验的 如果你是在电脑或者手机玩Roblox 是没有沉浸式体验的 目前沉浸式体验的做法 就是戴上专门的设备 即VR眼镜 元宇宙需要使用3D技术 要让人看到3D影像 就必须让左眼和右眼看到不同的影像 使两幅画面产生一定差距 也就是模拟实际人眼观看时的情况 3D的立体感觉就是如此由来的 2009年电影《Avatar的火热》 助推了3D电视的火热 但是现在看就是泡沫 没有人喜欢戴一个眼镜 就是为了看3D的电视 目前3D的体验已经被集成到VR的眼镜中 元宇宙高度依赖于AR技术的成熟 AR英文全称为Augmented Reality 中文翻译成增强现实技术 是在真实环境中增添或者移除 由计算机实时生成的 可以交互的虚拟物体或信息 我相信每个投资者多多少少都体验过VR 但是对于AR并不熟悉 AR其实不需要眼镜这样的专门硬件 举例来说 风靡的Pokemon其实就是最简单的AR 当你找到一个虚拟的动物 这个虚拟的动物看起来是在真实的地理空间的 并且有真实的背景 把虚拟的动物和真实的背景相叠加 这就是AR 一家家具有一个手机 AR应用 你可以把它的家具叠加到你打算放的位置 这样你便可以看到位置是不是够 美观不美观 亚马逊有虚拟是衣服的应用 这也是AR 我们平时在手机上 可以给照片加一个胡子 戴一个帽子 这也是典型的AR 平时很多人把AR和VR混到一起说 其实背后的技术是相差很大的 谷歌那几年推出的谷歌眼镜 其实是AR 不是VR 当你戴上AR眼镜看一个东西时 系统可以给你识别出是什么 或者当你看英文的路牌时 系统可以自动叠加上中文翻译 中国有报道 在火车站警察戴上AR眼镜 当警察看每一个乘客的时候 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出可能的罪犯 并在眼镜上显示出来 这就是AR的典型应用 Oculus的眼镜则是典型的VR 你戴着眼镜就看不到任何周边的东西 所有你看到的都是虚拟的 如果你到这里还搞不清VR和AR的区别 请留言 我接着给你一对一的解释 如果你搞不清它们的区别 你就很难搞清楚 把AR和VR最终掺和到一起的元宇宙概念 把AR和VR结合起来就是Mixed Reality 翻译成混合现实 元宇宙包含了混合现实的成分 把虚拟现实推向高潮的标志性事件 使Facebook在2014年以20亿收购Oculus Facebook的目的是打造 以虚拟现实为基础的新的社交方式 谷歌在这个领域也是投资巨大 推出Daydream头盔等等 三星还推出过把手机镶嵌到一个眼镜框中 把手机变成VR的Gear VR 在2020年已经停产 风靡一时的谷歌眼镜也已经宣告失败 寿终正寝了 回过头来看过去十年AR和VR的热潮 基本上就是泡沫 元宇宙还高度依赖物联网技术的成熟 物联网是在完成人和人相连接以后 把世界上所有的物联系起来 如每个宠物都连上网 人便可以随时监督宠物的动向 如家里的灯 冰箱 电视等等未来也会联网 这就是智慧家庭 智慧家庭在网大的座 就是智慧楼宇和智慧社区 再扩大就是智慧城市了 现在热门的自动驾驶是需要车联网的 也是物联网的一种 物联网进一步发展 就是Hyperconverged Infrastructure 简称HCI 中文翻译成高度融合的基础设施 HCI是在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 相互贯通的结果 这种融合是把现实的物和虚拟的物相连接的 如一个房间 灯是在物理世界的 而开关可能是在虚拟世界的 当把物理世界的灯和虚拟世界的开关 通过HCI连接起来以后 你便可以用虚拟世界的按钮打开 真实世界的灯 刚才讲的两个人 在一个真实房间的真实的桌子上下虚拟的国际象棋 为什么还是不够元宇宙呢 因为还缺少物联网部分 未来如果房间的灯能够通过虚拟的开关控制 那么才更加接近元宇宙的概念 小结一下什么是元宇宙 按照Roblox的官方说法 一个真正的元宇宙产品应该具备八大要素 要素一是身份 拥有一个虚拟身份 无论与现实身份有没有相关性 要素二是朋友和社交 在元宇宙当中拥有朋友 可以社交 无论在现实中是否认识 要素三是沉浸感 能够沉浸在元宇宙的体验当中 忽略其他的一切 要素四是低延迟 元宇宙中的一切都是同步发生的 没有一步性 要素五是多元化 元宇宙提供多种丰富内容 包括玩法、道具、美术素材等 要素六是无处不在 可以使用任何设备登陆元宇宙 随时随地沉浸其中 要素七是经济系统 元宇宙应该有自己的经济系统 包括货币和交易 要素八是文明 元宇宙应该是一种虚拟的文明 比如相互尊重 言论自由等等 好了 以上说完了元宇宙的具体的技术 我们再看看这些相关技术 这几年的发展状态 虚拟现实的概念已经活很十多年了 现在回头看 有一定的泡沫成分 当智能手机成熟以后 那时的人们认为 下一个平台将是VR终端和可穿戴设备 我们看看这些年 VR终端的销量多么的惨不忍睹 Oculus Quest 2019年的销量为70.5万台 作为同样能满足家庭娱乐的竞争品 索尼PS4同期销量超过1350万台 Google的AR眼镜2013年推出 2017年正式停产 几年前 Facebook的扎克伯格在其开发者大会上 还通过VR和AR秀过恩爱 近期突然改谈元宇宙的概念了 扎克伯格还认为在未来五年左右的时间里 脸书的下一个发展阶段将是从一家社交媒体公司 转变为一家元宇宙公司 2018年英特尔宣布关闭其VR相关部门 并停止相关穿戴设备的研发 iMax VR在2019年初 关闭其在洛杉矶 曼谷和多伦多的最后三家体验店 并结束VR业务 在中国 过去百度在VR方面新闻很多 目前也有些无声无息了 苹果作为消费者硬件的领头羊 还是非常克制的 关于苹果公司的VR和AR眼镜的谣言一直不断 但是到苹果目前也没有发表过任何VR和AR眼镜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苹果的定力 为什么AR和VR到目前为止还是不成功呢 我个人的评价是VR和AR眼镜不方便 戴上不舒服 看似品有眩晕 而且标准不统一 真正的应用很少 投资者可要从上次的AR和VR泡沫中吸取教训了 目前5G正在迅速普及 说不定哪一天VR和AR又会以另一种方式卷土重来 如果哪一天苹果公司的VR和AR眼镜真的面试了 模仿者一定会蜂拥而至的 元宇宙今年刚刚开始火 目前处于慢热期 按照科技行业的规律 接下来几年可能掀起元宇宙投资的热潮 尤其如果Facebook助推或者媒体煽风点火 这将是集AR、VR泡沫破灭之后的 在相关领域卷土重来的热潮 尤其是元宇宙这个词 太吸引人了 一定会受到大众热捧的 那么该如何投资元宇宙呢 我认为你可以把元宇宙分成几个层次看 元宇宙最需要AR和VR的终端 目前看就还是智能眼镜 这是典型的硬件 目前Facebook投入巨大 微软和谷歌都有相关产品 连Snapchat都推出相关的眼镜了 未来最有潜力的应该是苹果公司 AR和VR眼镜将是 既智能手机和智能手表普及之后 另外一个最有可能 大规模普及的消费者终端 如果未来一个家庭 拥有一个这种眼镜 市场空间巨大 这块最有潜力的是苹果公司 原因是其品牌和iOS操作系统的优势 谷歌的优势是安卓操作系统 同样微软的优势是当前的Windows操作系统 另外微软本来就有Xbox游戏平台 三星硬件实力雄厚 也有一定的机会 Facebook的优势是起步早 而且社交是最典型的元宇宙应用之一 所以在元宇宙硬件方面 还是这几个大公司的机会最多 元宇宙需要3D显示 需要非常强大的图形和视频处理能力 这是谁的优势呢 当然是英伟达的优势了 英伟达有领先的GPU技术 天然比AMD和Intel有优势 第二是AMD AMD也有GPU技术 Intel稍微弱些 英伟达依赖台积电做代工 所以当英伟达和AMD机会越来越多的时候 台积电自然也受益 元宇宙对于移动互联网有了更高的需求 尤其是对于网络延迟要求极高 我以前在云计算那期讲过 要减少延迟 边缘计算必不可少 亚马逊 微软 谷歌在边缘计算机会最多 另外 做数据中心的Aquinix 做边缘CDN的Fastly 也会有少量的机会 元宇宙是5G的典型应用 也会刺激5G的深入普及 5G是高通和联发科的机会 元宇宙中会有交易 可能会用到目前的加密货币 Ruby特币等等 而虚拟的数字商品 还有可能用到NFT技术 我这里就不展开讲了 这些平台之上便是应用了 我刚才讲到了 元宇宙的两个最典型的应用 一是游戏 二是社交 Roblox被标榜为元宇宙第一股 可能会受到市场的持续热捧 中国的腾讯是世界上最大的游戏公司 如果元宇宙游戏更加吸引人 这些游戏公司一定能够继续扩大生意版图 至于基于元宇宙的社交 对于Facebook目前的社交方式 是补充还是颠覆 一时也很难分析头 至少目前从Facebook和Snapchat 大力投资元宇宙 很像是怕元宇宙颠覆了 他们目前的社交方式 Snapchat则还想通过元宇宙吸引更多 尝试新技术的年轻人 从而挑战Facebook 至于基于元宇宙的教育应用 基于元宇宙的医疗应用等等 这些属于应用 看起来很酷 但是往往没有什么护城河 我觉得投资者要非常小心 这类应用类公司 如果说什么是元宇宙投资的重点的话 我认为越基础的越稳定 最稳定的投资是做元宇宙芯片 云计算和5G的 之后是做元宇宙眼镜 操作系统和生态系统的 最不稳定的是做元宇宙应用的 所以你投资的话 应该侧重于底层 而不是顶层 而底层 刚才分析过了 最终受益的应该还是 目前的大公司们 为什么要侧重于底层 而不是高层应用呢 因为元宇宙最终是一个应用 底层需要的是技术创新 英文叫做Innovation 顶层需要的是创意 英文叫做Creative Innovation的东西属于理工科 更加扎实可靠 更加容易量化 更加容易形成垄断 Creative的东西往往属于艺术 不容易量化 不容易垄断 不容易出现护城河 最后 我要说的是元宇宙的ETF 都已经出来了 全称The Roundhill Ball Metaverse ETF 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多 木头姐姐都已经有太空ETF了 试想如果她哪一天推出元宇宙ETF 一定也会受到市场的热捧的 但是我并不认为 现在投资者需要追捧元宇宙的概念 因为毕竟还是比较遥远的 历史一再证明 无论AR VR还是物联网 其实发展的都并不是很顺利 我自己已经大量投资到刚才所讲的做芯片 终端和云计算的大公司了 我是不会在这个时候买元宇宙ETF的 今天就到这里了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 今年最热门的技术之一就莫过于元宇宙了 今天我先用普通投资者浅显易懂的语言说清楚了 元宇宙究竟是什么 我指出元宇宙更像一个长远目标 不是具体技术 我解释了驱动其发展的具体技术 如3D技术 VR技术 AR技术 物联网技术 我分析了这些技术的发展和行业的格局 最后我从底层到高层 分析和点评了元宇宙的各个公司 并强调了投资重点 应该是底层的侧重于技术和创新的公司 而不是高层侧重于应用和创意的公司 我的频道专注于科技股的长期投资 帮助大家理解新技术 发现投资机会 如果你不想错过我频道 每个星期一次到两次的更新 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啊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